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就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技能吧 被动技能石梦 奥罗拉的普攻对目标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 此外被奥罗拉攻击或者攻击奥罗拉的敌人都会感染石梦效果 石梦效果最多叠加十层 可以说奥罗拉的全部技能都是围绕着石梦效果的 让我们接着看下去 一技能奇速螺旋 以武器为支撑点 原地神转三圈 对周围的敌人造成多次伤害和减速 同时附带石梦效果 伤害客观 同时附带减速和石梦效果 相当没错 二技能石梦开关 主动引爆周围所有敌人的石梦效果 造成一定的魔法伤害 石梦被引爆时 每层石梦会造成0.2秒的眩晕 并且每层造成10%额外的伤害 到猛时被敌方普攻一次 还能减少一秒该技能的冷却时间 有二技能和被动技能就可以看出 玩奥罗拉 我们就要抱着一颗抖M的心去玩 不给人打不舒服司机 奥罗拉的大招 到猛空间 更是满足了千千万万的 抖M的心愿 使周围的敌人进入梦境 并不受控制的攻击奥罗拉 并且只能造成一点伤害 效果结束后产生大范围的爆炸 到猛时期间 每受一次攻击 爆炸伤害提高2% 最高可提高30% 打招持续5秒 如果放得好 能空到对面三个人的话 相信这5秒 外加打招结束后的血云 所以也让我方 在团战中完胜对方 由于升级二技能 只提升引爆伤害 不能增加血云时间 并且与二技能相比 一技能的AP加成要更高 CD更短 因此建议大家 主加一技能 可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输出 有大加大 最后充满二技能 装备上 建议大家 先提升自己的生存能力 再考虑法商装 因为奥罗拉 并没有太多的减伤手段 想要靠大招的特效来减伤 也太过苛刻 站不住的奥罗拉 明显不能为对手 带来太多威胁 因此我们在前期 应该先堆肉 到了后期 再考虑输出 建议出门 智慧法术 加路兰顿 随后做出猎烟火奖 再补上刃奖 这时的奥罗拉 相信已经能让对面的近战 觉得相当蛋疼了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接着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继续堆肉 或者选择 法商装 肉装 推荐皇家守卫 魔法护盾 魔龙之精 法商装 推荐大天使之杖 死亡假面 法师护手 奥罗拉 前期较重 加上腿短 如果对剑时 碰上远程 很容易被欺负 不过如果对面是近战的话 奥罗拉 也是不怕他们的 我们可以看到 对面满血孙悟空 想过来蹭血 但是 奥罗拉 一个急速螺旋 紧接着 士猛开关 将其去晕 最后 把悟空送回泉水 轻松拿到 For the blood 到了四季后 我们应该积极游走 干卡吧 虽然这次的奥罗拉 并没有太多输出能力 但是凭借 大招的控制 配合队友 拿下人头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做出猎眼火甲后 中期的奥罗拉 不仅站得住 还有清贫打野能力也很强 这时 我们更应该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积极发动团战 进一步获得优势 到了后期 能抗能控 能打的奥罗拉 绝对是对面的恶貌 不过 我还是想说一句 这游戏 怎么没有跳刀啊 总体来说 奥罗拉 虽然十分全面 但是腿断 是他最大的弱点 像西地这样的 远程风筝英雄 将是他最头疼的存在 所以我们应该 尽量配合队友 积极发动团战 这样才能充分 发挥出奥罗拉的优势 最终帮助团队 取得胜利哦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想要知道更多 自由之战的攻略 还要继续关注 我们任何行哦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